就很方便 以后的话你到那个政府机关 把它捞一下 但是你要查资料 就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第一个石下灯 像你关键是可以打开放资料 其实很多啦 像那个台北市啊 高雄市啊 反正只要在我中央 就要一堆资料 你都可以 它会及时地揭露一些事情 但是问题你要懂得去利用它 像比如说买卖房屋好了 那你一般当然会去 用人家写好的东西 不过可能因为这样关系 你资讯也一定不是最新的 也不是及时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也会 人家也会做一些 反正加了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但如果你要最直接的 直接去那一阵部下载就好了 里面都有啦 比如说我今天呢 但是要怎么快速做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它下载 我想应该没问题 把这个下载 然后你如果对于 新北市房屋交易有兴趣 台北市也可以啦 全省都可以 你可以当然有 我们是 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 然后下载之后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的话 它应该是这个档 不过它是2003以前的格式 所以如果查乎资料 应该是2536 就是那个地方的话 就是最多比数 我把它打开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它这个资料 坎兽向下 留下不动产买卖就好了 这个最近一期是 1280 应该80笔 坎兽向下 6536 所以如果说 我们直接要拿 刚刚的程式来用的话 可能你要改 如果没资料 应该是6536 不是10485 除非说你把它另存新档 把它存成什么 假如说你这个地方 把它存成那个 启用聚集活业部的话 那这个就1048576 OK 所以我们先不存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那把开发人员里面的东西 直接贴上 那我刚刚只有改几个地方 就完成了 第一个的话就是 把筛选 那个业务 改成叫做筛选地址 因为我现在想要找的就是 我要找那个房子的地段 在哪个地方 那其他好像不用改 这个都不用改 再来好像需要改的地方 关键字也不用 因为这个关键字将来 也是找那个地址的关键字 可是笔数这个地方 我刚好像 这个我好像没改到 end 最下面 R 那我不知道R是哪一个 最下面一列 那我可以什么 R等于 这个刚刚也写过了 我把它补一下 Range 最往A1向下侦测 向下侦测 然后点肉 这个我想 蛮重要的 用到机会 就是它会自动去抓到 最下面一列 然后 无结果的话 如果是2003 就2536 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要改 Field 已经查的是 刚好地址 位置刚好也是在 第三列 地址 这个地方 也是在C 所以刚好第三列 所以这部分的部分 不用改 那还有哪里要改 其他好像都不用改 还有 切回到 切回刚刚是 问题05 对不对 那我们干脆把它改成1就好 因为1的话就第一个工作表 那这样会比较OK的 就不用再改了 好 那全部改完之后 我们来查查看 那接下来你可能就放一个按钮了 不过这个时候很麻烦 你会发现 按钮如果放这里 那不是每一次要切过来 麻烦 所以后来我想一个方法 干脆你把它放在上面好了 诶 这边应该比较好找 那要怎么加上去 其实也非常简单 其他命令 我还蛮常用到的 你只要怎么样 这个本来是没有的 本来不在这里 你就是 在快速存取工具页里面 找到聚集 就会出现 筛选地址 你把它怎么样 加进来就好了 以后 你就不用再跑到这边 就按按钮了 然后这边就会出现一个 这个东西 上面的这个 OK 好 类似像这样子 那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我要找 附近 可能 什么 按下去 附近有什么房子 地段 如果不知道 我有时候习惯 用Google地图 地图看一下 最大一条的 中港 中原 有没有 或者武工的 武工可能这边工业区 应该买卖情况不多 不过 至少我们也可以找找看 如果你要找的话 你就找一个什么 武工 按确定 以前 如果我没有学过这个的话 那你要把这个讯息 查出来 还是一件多么不方便的事情 但是你会查询系统 修改一下 按个确定 自动帮你查完了 看一下 有没有 有一笔 在哪里 武工一路 不过因为它实际上登录 它不会告诉你 非常精确是几号 它会只会告诉你说 1到30号 就是那个范围 那个区段 价钱它都会有 所有的讯息后面都有 你可以自己去找到 或者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找其他的 像附近还有什么 比如中原路好了 那你可以找一个什么 中原 这个应该比较多吧 我印象中 这边很容易塞车 可以好 按确定 找到了 中原路 这些 哎 感觉还蛮 蛮棒的 而且这绝对是一手的 而且是最新的 你看我改哪些 其实我没改什么 把那个我们刚刚做完的东西 贴上来 只有改了 几个地方 好像也没什么 地址 地址 对不对 然后 将来可能会这个field 因为刚好是3 所以没改 如果这个不是3 你可能要改一下 还有这个是 如果2003 就是6536 如果是2007 就是1048576 这个数字 可能变更一下 那另外就是切回去的话 切回到哪一个工作表 是第一个 其他好像没改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查询系统 几乎是 都可以用的 那只是说呢 可能会 未来 可能还需要做一些 什么样的改变呢 比如说你会发现 它有新装 它有如舟 那实际上我们是要新装的 我们没有要如舟的吧 有没有 我们现在在新装 所以可能会需要 比如说是 两个栏位 甚至多个栏位的查询 可能我又要 查的是地址 可能又要查 乡镇市区 等等 如果跨栏的话 那怎么办 其实到底很简单 你就是 录制聚集的时候 有没有 就是用那个文字筛选 那包含的时候 它有两个格子 你就两个格子填 你录下来 它就 这个criteria一 条件一 criteria二 那里面有and或偶尔 你两个都要 还是说你两个其中一个 偶尔就是其中一个条件 或者是and 你又要是新装 又要是中原 那就查出来 就是最精确的 不过这个部分 你可能自己 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那还有就是说 其他还有什么 你还可以查其他栏 包含就是 比如说什么交易时间 可不可以查可以了 然后还有其他 反正这些东西呢 最后呢 都可以快速的 做出一个查询系统 OK 所以今天主要就是说 如何制作出一个 简易版的查询 让你可以在工作上 想要查什么就查什么 这第一个啦 但是还有一些地方不足的 可能跨其他栏位部分 第二个是说 如果我将来 可能下个礼拜会讲 就是 老师可是 我的习惯是 我最好是我什么都不要下条件 我只要什么 相阵几个 我就自动跳几个 你帮我按下去 他就自动帮我按照相阵 自动去帮我 帮我分类 快速的查出来 帮我一个 假设一个板桥 就一个工作表 土层就一个工作表 OK 另外的话呢 或者是说自动 该有没有办法自动全自动 或者年 比如说103一个工作表 104一个工作表 105一个工作表 按照年 是不是可以快速的筛选 当然可以啦 如果都可以的话 哇 那你很方便 你要什么 有什么 马上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快速的比较出 你觉得最适合的一个资料 OK 所以处理资料呢 那就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OK 所以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地方 刚刚主要就是说 从云端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范例的资料 不在我的范例档 而是在内政部的官方网站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要试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呢 把刚刚的那个筛选业务 修改成筛选地址 也可以快速的查出来 当然呢 如果说你不想要用那个 就是官方的资料 你用那个 你自己的资料 对不对 当然可以啊 因为我想你手边一定会有 很多类似这种 其实你就把它当 其实我们今天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在做资料库的事情 你资料库里面 也是在做这些事情 那可是在Excel里面 它可以把这些事情 变得很简单 所以以前要做一个查询系统 那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流程 做出来之后 其实基本上 那个简易版的功能 大概就有了 OK 所以今天的话呢 大概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个 如何快速的做出一个查询系统 那下个礼拜的话 也许就再往前推进吧 如果这种的查询方式 你还要下条件 你觉得不方便 那当然你可以再做一些 预先分类的动作 让他批次的帮你做查询 那这个动作当然就是说 有点是批次的帮你做资料的分割 跟前面的合并刚好又另外 前面是合并 现在我们是做把资料分出来 按照他的关键字 或者是说他的清单 OK 来请各位试试看 谢谢大家